大家好 我是应该之中文版的Danny 在我们手上这一部手机呢是 由Pentex旗下Vega推出的一个Vega Iron 2 A910手机 那这个手机呢是Vega Iron的第二代当然了 它的升级之初啊是它正面 采用了一个5.3寸映80P的 Super AMOLED的荧幕 除此以外呢它的 呃 边框啊这些呢也都也 有一些啊金属 的感觉然后颜色也是比较多好像我们手上这一个就是白跟金色的一个 呃配合 那而且那上去呢其实没有很重 这个手机虽然是呃比较大一点啊或者是电池也比较大但是呢 呃虽然有一个金属的机身但是它还是比较轻巧的 那周边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左手边有一个音乐按键 然后呢 呃 在这边看过去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基础的边框然后下面是一个被盖 那这个设计呢其实也是比较有上一代的影 这个影子 呃机顶呢可以看到有3D5MM的插口然后第二个麦克风 这边呢是一个数码电视 呃数码电视 呃接收的天线 呃所以这个天线应该是不会用到的一个功能了 呃右手边是一个 开关按键然后这边是一个势力点可以开启这个杯盖 那打开这一个杯盖之后呢 要小心一点打开这个杯盖因为 这个部分呢比较 有一点 断掉的一个危机感 好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呃这边是一个 相机的镜头1300万像素的 然后旁边有LED光灯 呃这个镜头啊在 这个被盖 呃盖上以后还是会有一点突出的所以要小心这个呃相机模组会不会 呃很容易的刮刮到 另外呢这里也是有两个接点就是这个NFC的 呃镜片用的 下面这个电池是可以更换的3200M的电池 呃 这个包装盒里面有送两颗电池所以应该不会有不够用的问题啦 这边是一个呃麦克星的插口然后上面 呃叠起来的是一个麦克星的插口所以 可以算是一个复合的插槽 插槽吧 那我们关好这一个被盖再 准备去 开机了 好 首先看到这一个呃锁定萤幕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样式啊 所以看上去是一个 呃可以说是 中横的一些呃 whatever 总之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样式啊 呃打开以后呢这一个组界面是 呃 这个一个自家的一个界面 呃看上去呢首先是看到 这个super armorer的萤幕 他的对比度非常的好 然后颜色也不会太夸张 而且这个可视的角度也是非常好 当然使用这个super armorer的萤幕 是会有一个烧音的问题但是呢 呃 换来都是一个比较 高高 高支出的一个萤幕了好像这一个可视角 是 呃一般 lcd或者是ips 不能够做到的 呃就算是转到接近180度都 都不会有 呃 偏色的一个情况 正面 我们还 我们还可以看到是三个按键 包括这个主页按键然后就是 目录按键 返回按键 那这两个按键是隐藏非常好的按键 那既然有这一个主页按键 有一些朋友就会说这个手机的外形 比较有这个Samsung Galaxy S2的影子 呃我们看上去也是有一点的当然 由于有这个角的关系所以我们觉得他 呃可以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常爱人的手机 那这个桌面方面的功能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design home的功能 这边有几个比较大型的小工具 就是可以 呃占据整个荧幕的一个空间 所以呢这边就可以看到是其中一个 放出来以后呢就是一个比较有点像lifetouse但是也有一些大型的字啊 呃其他的功能 另外这个通知列拉下来以后呢可以看到 也是比较有相声感觉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这个亮度调节 然后上面这个快速设定 基本上 真的跟呃Samsung的很相似 然后左边这个today的按键呢我们可以按下去 然后就会看到 呃关于今天的一些 呃需要注意的事项 好像是今天天气今天的形势力 呃待办事项然后还有机电音乐 那这些都是使用者自己设定的 呃而且这个功能我们觉得是呃这个手机上面比较 突出的一个功能 呃也是比较有用的 那我们回到设定里面的话呢可以看到有一个style的 功能 这是一些icon啊这些图示啊 自行啊 或者是键盘的一个 呃样式 然后下面还可以 呃好像其他国产手机一样 是可以下载一些 那不同的主题 然后这个live screen呢其实是一个 也是很特别的功能啊 就像是liveup这一个功能是 当我们将手机由 这个萤幕关闭静止的状态下 呃那起来或是移动一下 他就会自己去 呃把萤幕点亮然后看到一些时间啊或者是解锁的一些功能 另外也是可以做一个double tap on screen off那些 好像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 点两次 就可以关闭这个萤幕 那另外呢最后就来看一下他的手机的规格跟版本 首先这个手机是跑android 4.2的一个 呃 版本啊然后 呃跑 这是 跨广 snapdragon 801的处理器 呃32G的储存空间 3个G的ram 另外 大家刚刚也有说过他是置换到一个microSD的 矿虫所以 呃容量方面不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手机呢他的 扬声器的音量是比较大一点啊 以一个扬声器来说呢他的音量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他的相机功能呢也是非常不错我们来可以可以看一下 他有一个live filter的功能就是 实时类镜的功能 可以看到了这个类镜的预览功能是比较 快速的没有很大的延迟的 呃情况 而且18个的内镜 每一个都可以实时的预览所以 要选择的话会比较 方便一点 另外呢 还有在以前的手机上面也有的一个 往上拉的一个 倒数的功能 那这些功能是我们一直都比较心想的 在设定里面呢也可以看到有比较详细的设定 摆平衡啊 ISO啊 啊 还有一些 像素 像素就是 1300万像素或者是 16比9啊 最后就是这一个 影片 他也可以自换到一个4K影片的拍摄 那简单动手感就到这里 这个手机在香港 水货售价是 大概5980港币左右 那 对于一部水货手机来说这个售价是比较贵的 当然 另外一个水货 韩国水货传统是他的 价钱 会掉的比较快 所以 到底大家是会 抢先去用一个比较高的价钱去 玩 一些 别人不会玩到手机啊或者是 等待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才去 买一个自己认为值得买的一个手机呢 比较低是 我就在试图� England !